各位,網路上應該也都可以找得到這些資料 大家注意看 Meiosis 把剛才的概念 你們已經寫過了,畫過了 現在再聽聽看,應該有更容易掌握 我們開始在哪兒中的計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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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有交换了 所以他并没有细讲这个过程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在生物学的课本里面的 所以到了遗传学 当然就要再更精细讲这些stage 我一直要... 等一下,这边有一个字 注意听这个字 这边有讲Attack of War 其实就是我们中文讲的拔河 很像在拔河的概念 这个是很标准的字 要不然拔河你英文要怎么讲 就是这样,Attack of War 我不太会拼,但是我会念 这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平常用的字 可是你要用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就听不懂 好,好 这是Metaphase 所以我这边就要讲 你有没有发现左半边跟右半边 有一部分主要有一些是红的 有一部分是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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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部分是红的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这个Orientation在这里 跟这样子反过来就不一样 所以你看哦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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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妈,妈 或是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所以这些排列组合就有不一样 对不对 OK 就有几种 等一下我们来刷刷看 大概有几种的变化 这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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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在Metaphase Meta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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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四個HAPLOID cells, cells with a single set of chromosomes 這些HAPLOID cells mature into gamete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可以看得出來,你就會發現 這個分裂兩次,它只有在第二次的時候 其實跟有時分裂比較像 就是單一排在遲到板,然後分開 可是如果在減速分裂的時候 它其實同學乃士會並排在一起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 好,接下來就是各處的細部介紹 我就不在這邊詳細的介紹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 包括MetaFace,我已經講就是LineUp 那個AnnaFace就是Casmata 就是有交換的地方,會開始migrate到兩邊去 好,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就先直接過去了 到這邊最重要就是要跟剛剛講這個Orientation的變化 你看兩對染色體就有2的2次胖 因為它兩對染色體這邊可以這樣排列 媽媽媽媽或是媽媽爸爸 就是這樣,然後所以說它就有2的2次胖 四種,OK 好,那所以說如果說有23對染色體 就是2的23次胖 所以說其實你看這一個 這個主要就是一個精子的 如果說最後產生一個精子的產生 就有2的23次胖 那媽媽呢,如果說是卵子呢 也是2的23次胖 所以你呢,就是2乘以2的23次胖 所以其實還是combination OK 是,應該是2的23次胖 乘以2的23次胖 所以說你可以發現說 這個combination就非常的大 就是說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你的子袋呢 沒有人幾乎會長得一模一樣 就是因為這種Variation實在太大 更何況我們還沒有講到close over 如果close over以外 又變成說你不一定是完全 一半是爸爸一半是媽媽 你有些多一點點是爸爸 多一點點是媽媽都有可能 好 這個就是產生最大的一個 有性生殖呢 產生最大的一個 genetic variation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所以常常會去考這些數字 就是說讓他知道說 就你所知基本的變化是有多少 為什麼要有 這個你們可以去算一下 2的23次胖乘以2的23次胖 好像幾百億 OK 好 那這個這樣我就不細講 你們可以去看一看 看一看他的一個細項的部分 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Dolter cells are not genetic identical 這個是非常重要 我們一直在強調強調的部分 好 好 那再下來我們就要跟大家講說 如果說我們剛才有講說 是生殖細胞會產生這個有失分裂 那請問生殖細胞 所以說當然就要去看一下說 那精子跟卵子生成的過程中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階段 所以這幾個字 Spermatogenesis 或是 Ogenesis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卵子 這是精子 大家應該知道吧 好 那在精子的生成過程中 也許大家都 就覺得說 這個背好像 背不太起來 那你們就只要大概知道幾個單字 一個就是這個精元細胞 就是原來 就是比較Original 這就是stem cell 幹細胞的概念 那它這邊所謂的這個精母細胞 這個Ocite就是 就是細胞 就是 母細胞的概念 精母細胞 所以說有一級的 二級的 這個過程我倒覺得 不是那麼非常重要 只是說如果說它要去 要去考這個說 你在分裂的過程中 你可能在 減速分裂的過程中 減速分裂第一級 叫做一級 減速分裂第二次 叫做二級 那這個也可以 然後 我覺得最重要的方法 是這個過程 解決一下精子 為什麼長成後來這個樣子 精子跟卵子的生成過程 跟一般的 一般你認為的減速分裂 你覺得最大部一點 是在怎麼樣 一個變成四個配子 一個或是卵子 是一個變成四個 請問精子的成熟過程中 它有經過什麼樣的特別的變化 從形態上來講 從那個專業的名詞來講都可以 會形成會游動的編毛 OK 會形成會游動的編毛 OK很好 這個就是它 這個過程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在發育生物學的名字叫做什麼 分化 OK 分化不完全對 其實但是OK 分化是屬於 我們都知道原來的幹細胞 會一直分化 分化 分化成不一樣的細胞 然而 在最後一步的時候 它會特化成某一個 最後的型態 這個過程叫做特化 所以其實做分化也對 但是特化更specific 就是更專一 所以這邊我就想說它特化 為什麼 因為它最後會脫Cytosol 會變成是一個 只有核跟這個編毛結構形成 這個過程其實就叫特化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去 特化成 當然特化成形成會游泳的一個細胞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卵子呢 卵子的過程也是一個 卵子沒有特別一個特化 但是卵子也有一個 一個很specific的過程 那這個叫什麼 各位我們知道說 這個過程叫什麼 它也是會有 一級的軟母 軟原細胞 會有所謂的一級軟母細胞 二級軟母細胞 然後最後再分裂成四個 嗎 四個有用的卵子嗎 後面那個 它會分裂成就是一個卵子 然後它會有三個又變成集體 OK 有 他說 最後其實本來應該是形成四個配體 可是實際上它會變成說只有一個 一個才是正常的長大 其他都會Shink變小 這個就是所謂的集體 那集體其實就是 在這邊應該就是集小 或是集沒有用 就是集體 就是這樣 OK 所以 各位你們知道 演化上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有一個集化現象 就是有一個 形成一個 正常 其他要把它弄掉 四個配子不是很好嗎 精子就很多 來 那一段可以比較多的 OK 很好 我們做生物的概念不外乎就是最適者生存 那在這個過程中 卵 其實它就是希望說能夠最營養 把最好的營養留給其中一個 其他呢 就把它 這個是把它這個集化掉 就是變小 好 那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大概是沒有什麼問題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像這個精子還是可以產生四個 這個軟會產生一個 那最後它這個會產生Oven 這個Sperm Toad 好 Heproid 大家知道 好了 那除了有性生 除了高等生物是這樣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生物也是 這邊後面課本其實沒有講 只是說我們在稍微記下 其實你要知道說像那個單細胞生物 單細胞生物微生物 或是植物也都有所謂的有性生殖 那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單細胞生物為什麼要行有性生殖 就像像五菌它可以分裂生殖 一直分裂一直分裂 就好 其實它是行出牙生殖 那你們可能不知道 就是蛋細胞就是一邊二二邊四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行有性生殖 好 我看一下 給你好了 如果環境比較不適合那種生殖 然後如果 都是一樣的個體 然後兩個一次就會 OK所以 你講得不錯啊 環境不適合的時候 為了要增加後代存活的機會 所以怎麼樣 進行 進行有性生殖 可以增加什麼 遺傳的多樣性 遺傳的多樣性 OK好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 它就只有在環境不好的時候 環境好的時候 各位 一邊二二邊四 做複製是最快的 對他們來講 就是 就是營養充足 反正它也不需要去做 什麼減速分裂 沒有 它就直接做 反正每個都是 identical 可是當環境不良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 尋求 這個 基因的多變性 所以它就開始會去找片 所以各位你們知道 那個其實 橡膜劇 你不要看它好像沒有性別 它其實有 它有 它不叫做公母 它叫α跟A-type 那如果說是像某種綠藻的話 它也是叫做正跟腹 它有 它們有不一樣的稱呼 它們不會叫公母 就是有這樣的稱呼 所以簡單來講 它們也是有所謂的性別 應該講說 它們不一樣的這個 這個mating type 才能夠配對 就是這樣 好不好 所以說其實很多觀點就是在營養的概念 那它的植物也是一樣 植物 其實植物要去找配對不容易 所以說其實它 你都知道植物其實它有兩個世代 一個就是配子體世代 或一個就是所謂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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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講說這個是包子體世代 或是所謂的配子體世代 那簡單講 其實就是二N的一個反則 就是二N的繁殖 那 我對植物並不是很熟悉 但是你也知道 你要知道說 其實植物 各位都知道植物 常常有時候 你把那個 那個 番薯啊 你把它切一塊下去 或是說乾薯把它切一塊根 或筋 切一塊下去 拿去種 它就會發芽就會長 對不對 你需不需要生殖細胞去 不需要嘛 其實這就是無性生殖的概念 各位了解吧 你們有沒有種過這種 那你如果說 有些人會說 那我等到有 那個綠豆啊 或是這個 黃豆那些種子拿去種 那個都是已經 那個是種子沒有種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 這個就是種子 就是有性生殖的部分 可是你如果把那個 那個 葡萄去架枝啊 或是說那個 馬鈴薯去切塊 繼續去種那種 這種就是無性生殖 無性生殖就是 所謂的 二N變二N的概念 好不好 那就跟大家 稍微講一下這個 這個部分 那 大概就是這樣 那最後一張 你會發現說 很厲害的一個 電子顯微鏡的圖 出現了 看到了這個 請問看到這個 這個有什麼重要性 這個有什麼重要性 電子顯微鏡 讓你看到這個染色體 看到它會condense 看到它那個一個一個一個的 各位 這有什麼重要性 有沒有重要性 有沒有重要性 寫寫寫 有寫的 那應該都可以 都知道啊 你覺得它有什麼重要性 你們 是你們寫的嗎 你們 你們是兩組嗎 你們打得比較多 你們打得比較多 還是你們打得比較多啊 有沒有其他組 都沒有 蛤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你之前 都是怎麼樣的 之前 你現在 有這個機器怎麼樣 好 好啦 給你 你講的比較少 就是 之前看到的都是 平面2D的 然後 用電子顯微鏡頭 看到它的 3D的那個 幾個 OK 大概差不多 但是沒有講得很精準 之前 之前 之前看得到這個嗎 看得到這些fiber嗎 不行 之前只能看到 那個一坨一坨的 顏色而已啊 所以就算是染色體嘛 你之前只能看到 那個整個被染色 不管是染成紫色 或染成什麼顏色 就這樣而已 可是 你看得到它 它這個 condense的這個fiber 一條一條一條 一條一條 各位你們有看到 後來看那個生物那一本 你有發現它這樣子 它其實就是根據這種 就畫的 可是你如果沒有這個圖的話 你怎麼知道它 它condense是長這樣 不知道 你還以為它 它有沒有排列成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 有沒有排列很整齊 還是說 有沒有排列怎麼樣 所以唯有透過電子顯微鏡 你可以看到一個 很精細的一個畫面 簡單來講 我們生物學很重要的是什麼 證據 所以眼見為平啊 所以今天 DNA 如果沒有double helix那個 那個 那個繞色的話 你可以推出它是雙 雙骨螺旋嘛 推不出來 雖然說 我們還是沒辦法看到真正 DNA雙骨螺旋 因為實在是沒有 這麼小的顯微鏡 這麼小的電子顯微鏡 可以看得到啦 各位了解意思嗎 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DNA雙骨螺旋 我們最多只能看到 它繞色出來的樣子 就像方唐 你可以看到方唐的金閣嗎 不行啊 對不對 那個都是化學家推敲出來的 好 但是我們至少 染色體這種聚分值 我們可以用電子顯微鏡 還能夠看到它這個fiber 實在是已經蠻厲害 甚至你可以看到 這一條一條的這個染色值 就是DNA的序列 那你可以看到ATGC嗎 當然看不到啊 看不到啦 好 好 那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跟大家講 眼鏡很偏重 最後有幾個summary的圖 還不錯 你可以看一下 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講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hormox會 會聯繪在一起去做第一次的 減速分裂的時候分離 但是DNA的圖就全部都排列 這個跟這個現象 這個其實樣子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就是最大的差異 好 那如果說有一些漂亮的圖 那大家網路上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那就可以大家去找 OK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個部分就上到這裡 我們接下來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第三章孟德爾定律的一部分 如果講得完 如果講不完就下個禮拜了 好 孟德爾定律這邊 其實大家耳熟能詳 我們來開始來想一想 講到孟德爾定律 你會想到哪些專有名詞 因為有些專有名詞 其實對你來講都很重要 來 我們開始來看有哪些專有名詞 大家可以想到的 來 最後面 獨立分配率 獨立分配 獨立分配 或是independent separation 好 最那邊 分離率 你們都已經很公式化 講到孟德爾 你們只會講到這個 講到孟德爾 所以我會想到 他是神父 好 分離率 好 還有沒有 單性雜交 單性雜交 OK 單性雜交的英文叫什麼 單性雜交 單性雜交 等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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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含M的顯影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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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焦 釋焦 釋焦的英文叫什麼 釋焦的英文叫什麼 试教的英文叫什么 Test Close 就是要考试 然后再教 这么简单 还有没有 戴眼镜的罗小姐 还是黄小姐 黄同学 表现型很好 你讲到genotype 你当然应该想到 另外一个字 叫做phenotype OK 再来 再来 再讲大声一点 同型合子跟异型合子 OK 你可不可以举例 什么叫做同型合子 同型合子的英文叫做 Homogeneous Homo Homo 是同一个概念 H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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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异的意思 同型合子跟异型合子 你可不可以举例一下 什么叫同型合子 大A 大A OK 什么叫异型合子 大A 小A OK 那当然同型合子 小A小A也是同型合子 OK 好吧 这些 我觉得说其实直接让大家知道 很有些名词 因为这就是definition 其实我们研究的时候 大学考试很容易 解释名词 解释名词 你除了讲出来之外 最重要的是你要举例 能够举例最好 OK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好 这边这个 这没有讲过 有啦 你啦 你没讲过话 来你说 蛤 遗传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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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它的英文是什么 genetic means 遗传因子在孟德尔时代没有 它认为是什么 factor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 F-A-C-T-O-R 请问孟德尔知道这个时候有基因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他那时候只知道有一个因子 他那把因子叫做factor 所以大A小A都是一个因子 OK 好 显影性的因子 看到没有 后面 清代子代 清代子代 OK 这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讲到遗传嘛 遗传一定要有清代跟子代 所以说一般来讲 parental 这个就是一代子代 就是generation 就是generation 全一代二代之类的 parent 或是parent 就是清代的概念 然后再来最前面那一个 中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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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你讲到一个非常 请问中间型跟孟德尔定律有没有关系 孟德尔的研究有没有关系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中间型 因为孟德尔其实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中间型的这些概念 这个要等到下一章才会讲 因为这不是孟德尔发现的 孟德尔根本没有机会探讨这么深 他只能很粗浅的了解一下遗传的概念 至于说有没有中间型 或是什么多基因型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其实就不要把它搞混 好 还有没有 来啊你 你那边很冷吗 纯品系 纯品系 OK Pure Breathing 好 那我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讲说 就是开放大家会一直回答这些 就是要让你们熟悉一下说 哪些单字是你们可能会遇到的 各位怎么没有人讲碗豆呢 好 怎么没有人讲 怎么人没有讲 那个这个 要很特别喔 不特别就不算分喔 遗传学之父 OK好 遗传学之父 OK孟德 那是后人给他的一个名声 好 那其实说真的也是从他开 假设就是说大家总是要有个开头 后来我们就把它认为说 他是遗传学之父开端的 好 那这边有一些简单介绍 我就不介绍 这只是说细胞啊长相啊 Rio刚才有提到嘛 这个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这些染色体 就是大概可能就是要大家回想一下啦 不过刚刚因为都是在同一节课 之前把如果说不同节课 要大家再回应再回想一下 既然同一个节课 大家应该都知道 好 所以呢 大家怎么还有好几个东西 应该要去想到 讲到孟德就要想到几率的问题 OK 或是讲数学 就是数学 他是用数学的用方式 OK 好不好 那这个东西 所以说你这样看一看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重点都在上面啦 孟德的遗传学 他怎么去开始学的 然后另外一个单一性状 对不对 大A小A 这个分配 然后或者是说双性状 各位讲到说单性 单性杂交 对啊 那有单性杂交 大家不会想到有双性杂交 双性杂交 什么叫性 就是单一个性状 对不对 当然还有双性杂交 孟德的最多就做到双性杂交 孟德有没有做到三性杂交 没有 他越来越复杂 他可能大概做不来 OK 好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就要从双性杂交 一直推演到三个 四个五个 六个七个八个性状 怎么去apply apply to multiple traits 就是用孟德这个理论 去运用到多性状 这个是蛮厉害的 好 那一个孟德学说 应该从孟德有哪些假说 那这个 孟德的假说 其实主要就是这两个 这个独立分配率 跟分离率 好 但是这两个里面呢 其实包含着 含有这个东西 因子 因为如果没有因子 怎么分离 了解吗 应该讲说没有 就是所谓的对偶基 而利用 如果没有对偶的一对因子 他怎么去分离 所以简单来讲 分离率是什么 a a 会分成大a 小a 这个概念就知道 如果说你是 是你的 你要产生时代的时候 你一定要独立分配 性状 a 大a 小a 不用分开 这就是分离率 好 所以孟德的几个概念 我们等一下 应该还会再提到 然后在这边就是一些数学 几率啊 还有kai-square 有没有人知道kai-square 是用来干嘛 这个就已经不是孟德尔的研究 这个是后代的研究 后代就把几率 灌上去 只是说这一章里面 有人会提到 说孟德尔这个学说 其实有用到大量的数学 激励的问题 那还有kai-square 是后来用统计的概念去说 那大家知道kai-square 是用来做什么吗 你有没有学过统计吗 有 那应该知道吧 kai-square 是用来 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 来讲 OK 大家有没有概念啊 简定实际跟预期 有没有一样 是不是 那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一样啊 怎么知道它有没有一样啊 好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 好不好 那 我们等一下会 应该也会提到 等一下让大家再去想一下 怎么样去判定理论跟实际 你可不可以举例 什么叫做 理论跟实际有没有一样 就是理论 跟预期跟实际 有没有相符合 有没有 可以大概讲一下 如果说 吉梦德尔的定律 理论来讲 有什么样的例子 可以用上去 有没有 我们先不要去想它的计算过程是怎么样算 但是 你说 血型的分配 血型的分配 没有 我没有在讲说血型的分配 这个问题 我只是在讲说 你今天你几乎怎么去 就是梦德的一个概念 怎么去 怎么用几乎来算梦德 来验证梦德的理论 哪里说 他那时候是先要不觉得算吗 然后 他那时候像数的算数 会有一个1-3的比例 然后他真的去种豌豆 然后去一个一个属豌豆的性状的 就是可能有几书 20书 30书这样 然后算出来发现真的是1-3 就是希望跟理论是触控的 OK 好 简单来讲 孟德尔 孟德尔种了1000颗碗豆 然后呢 1000颗碗豆 如果按照正常的话 是3-1的比例 显性 显隐性 显性跟隐性 你当然是要看纸袋 3-1 所以他预期会有几个 预期会有750个 然后250个 那你觉得孟德尔得到 真的是750个跟250个 他会不会得到600个跟400个 请问这符合吗 或是780个跟220个 你觉得这个好像差个30 还差不多 这个差60这应该不是 那你的所有算 那我再多加2呢 这个多减2呢 这样有没有符合 怎么办 不知道 所以孟德那时候没有统计 他觉得好像数量很大 差不多差不多了 他就算是 可是现在我们有统计 我们就必须要用统计的方式去告诉他说 请问一下 如果说你真正实验的时候 得到这样的数据 到底有没有符合 孟德尔3-1的比例 有没有符合 用k square来算 用k square就可以去算 等一下就是会去介绍他怎么去做 那最后一个部分有这个字 这个pedigree pedigree 是什么东西 可以看到这个 human trait pedigree 你们应该 应该很知道很常看到 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蛤 再讲一次 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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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统要怎么表现出来 血统要怎么表现出来 好啦 那个没有答过的 族 族谱 家族 族谱 ok 应该算对了 家族族谱 其实就是 就是你们知道 就是 就是画那个 家族谱 爸爸 妈妈 然后 然后接下来 生几个小孩 这个之类 然后去算 知道吗 遗传学 遗传学 遗传学的衍生就是 因为人类 你不可能拿人 抓人来做实验 你只能靠这个遗传 家族谱 看有没有病 有没有病 然后去推敲 他的祖先可能有病之类的 这个就是pedigree 这个家族图谱 或是谱系 那就这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 就开始 很快的去讲一下 孟德勇的定律